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豬腦袋 老船長好久沒有跟你講話了 什麼要睡喔 好 你慢慢睡 我們不要吵他 讓他怎麼樣 好好睡 豬就是這樣 吃飽了就睡 對不對 睡醒了再拉 拉完了再吃 就是一個循環 對不對 所以說豬腦袋 基本上他就是怎麼樣 周而復始 就像很多的古民 對不對 在古海浮沉裡面 載浮載沉 他從來不會想說 我要抓住一個浮沫 讓自己上岸 是吧 這話怎麼講 你看很多投資人 他來到股市 你請他細算一下 不要說輸70% 80% 很多都輸了幾百% 老船長什麼意思 很簡單嘛 他先拿100萬進來做輸光了 再拿100萬進來做 我們就一次做一個單位 100萬對不對 你輸了100萬 那就輸了100%嘛 對不對 拿了好幾次錢 沒錢了 再去怎麼樣 抵押房子 然後跟怎麼樣 親朋好友借錢 太多了 太多了 那輸光的原因 我們就整理出來 就一個 請大家注意聽 看看你有沒有 這樣的一種感覺 就是喜歡追高殺低嘛 對不對 股票看到一漲就受不了 追進去追在最高點 你應該怎麼樣 想說哎呀 我已經輸了幾百%了 我是不是要找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個機會 他買進去之後 有 當然需要時間 我們知道股票要漲 也需要時間嘛 對不對 你要漲一倍要100% 100%一天漲10%也要10天啊 對不對 10天就兩個禮拜交易日啊 有可能這樣子漲嗎 對不對 除非是地雷股 像以前那個什麼唐豐那時候 天天漲停 然後後來又天天跌停 那種是假的 我講的是股票正常交易的 都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吧 是吧 幾個月你要漲一倍 幾個月一定要有 但是幾個月說長嗎 也不長啊 很多投資朋友來到股市 不知道多少年了 很多都幾十年了 你有差那幾個月嗎 是不是 什麼 哪一支 多一支 你就不要急嘛 我跟你說 很多事情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往往 有一好 就沒有另外一好 我們常常看一檔股票 它漲著漲著 就停住不漲了 背後的原因 可能有12345這樣子 對不對 那有些公司 你覺得它應該要漲 它是 漲快一點 坐在黃金堆上面的乞丐 這話怎麼說 就有些公司 你只要稍微改變一下 我相信你前途無量 對不對 但是就是不改 那各位觀眾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因為 CEO 我們知道一個公司的CEO 就是說他在handle這家公司 他在經營這一家公司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早期聽到金银之神是誰 王永慶先生嘛 他到現在還讓人家 很怎麼樣 懷念很敬佩 對不對 他是從無到有 到怎麼樣 一個帝國 對不對 石化帝國 台灣的石化帝國 王永慶先生創立的 對吧 很了不起啊 在座的誰有辦法 我們都沒辦法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講比較現代一點的 我們講國外的 大家都認識的 賈伯斯先生 蘋果之前的CEO 他也是把蘋果從無到有 你們要知道一個企業 要從無到有是最辛苦的 那你們覺得賈伯斯厲不厲害 當然庫克接棒之後 應該也沒有讓賈伯斯失望 也讓蘋果怎麼樣 更發光 對吧 那蘋果這兩個CEO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好 那我們再講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 叫馬斯克 我知道老船長 就是現在最夯的 特斯拉電動車的老闆 對 你看他在這個奮鬥的過程當中 有多少人唱衰他 看不起他 結果他現在一家電動車的市值啊 就遠遠壓過這麼多世界大廠的 汽車的市值 表示怎麼樣 這個人他的頭腦 他的理念是怎麼樣 領導者的風範呢 那你去想這個背後大家所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股價嘛 我們講近期的就我們不要講說台塑 那個太遠了 蘋果 從他怎麼樣開始上市 你就把你的身家壓下去 你會發現你已經變成富豪 你就退休了 對啊老船長 沒有壓 我知道你沒有壓嘛 我是說打比方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你如果壓特斯拉 那你賺的 欸 更多 對啊 老船長 聽說放空特斯拉的已經輸了台幣一兆元了 對 就是去放空特斯拉的那個輸掉的金額 就整體金額大概台幣一兆 那這些人腦袋有問題啊 你不去看好人家 不去做多人家發財 對不對 你看人家不順眼 長假的 那我有講過 電動車是世界的趨勢 不管他快或慢 他就是趨勢 他就是往上走的 方向不會錯 只是說快跟慢的問題嘛 那你怎麼會去放空這種呢 那簡直是豬腦袋中的豬腦袋 當然美國很多豬腦袋 你也看到了嘛 對不對 不然怎麼選一個川普出來 是不是 好 那特斯拉的股價漲翻天了 他上市的時候 你投資他的 現在是不是都退休了 億萬富翁 當然你不要跟我說你買一張啊 我是說你有一筆錢 壓下去的話 對啊 老船長 蘋果跟特斯拉那都是國外啊 對不對 台灣也有啊 台灣怎麼沒有 台灣我剛不講王永慶是經營之神嗎 對啊 還有沒有經營之神 有啊 張忠謀先生啊 你們認不認識 當然認識老船長 台積電以前的董事長嘛 誰不認識 對 他是不是經營之神 台積電從無到有 是不是他 怎麼是耶 台積電你從年輕的時候 你把你家身家壓下去 請問你現在是不是富豪 退休了 對 老船長 老船長你剛這樣子舉例 好像適用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我跟你講很多東西它道理不變 都一樣 人家有這個賈伯斯 有庫克 有這個馬斯克 我們台灣也有嘛 王永慶我剛剛講了嘛 對不對 張忠謀嘛 老船長 我們對台北股市比較有興趣 你再多舉個例子 這個鴻海 郭台銘先生嘛 你很少看到鴻海會漲停對不對 漲停板是117塊 這個CEO厲害 這個CEO厲不厲害 老船長現在鴻海董事長不是他 對啦 那你知道誰講了算嗎 我這樣講你們就聽得懂 就說 CEO他很重要 你看現在台積電董事長也不是張忠謀嘛 張忠謀先生跟郭台銘先生 他們只是退下來 但我相信他們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各位聽得懂嗎 那現在的董事長是延續他們之前的 你懂嗎 那當初賈伯斯因為他得了這個胰障癌嘛 所以他退位下來庫克上去 那賈伯斯就離開人世啊 這叫痛失陰才嘛 對不對 那是不一樣的 但是那個精神都是不變的 所以我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要認同一件事情 就是說一家公司喔 他的CEO大概就決定了他未來的股價 我們就直接講嘛 認不認同 欸認同欸老船長 可是老船長 台積電漲到天上了 鴻海已經今天拉到漲停板了 對不對 那我們還怎麼辦呢 所以你現在要去找 找 就是說一家公司 他的CEO很棒的 可是股價還沒有漲的 欸老船長抓到了喔 你這講話前後矛盾喔 CEO很棒 股價沒有漲 你剛才講的老半天說 CEO很棒 所以股價漲 你這根本就打臉自己嘛 亂來 所以我就說 很多東西喔 你們是沒有仔細的想 假設一家公司 他剛剛換CEO 剛剛換你聽得懂嗎 你要的不是就是這一種嗎 已經換很久了 台積電 對不對 漲翻天了 你再去追嗎 這幾十年以來 你在幹什麼 對不對 你現在就是要去找 有沒有那一種 剛剛換CEO 然後這個CEO 他也是經營之神的 那未來股價的方向 是不是就有可能漲N倍啊 老船長你這樣講有道理喔 老船長你舉例給我們聽啊 好啊 我就舉例給你聽嘛 我昨天可能講的不是很清楚 大家注意聽喔 大家注意聽喔 我先講已經 還有一家公司 他就叫做中美金 這一家叫中美金 各位注意看喔 這樣看日K還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給你們看 我們來看月K 等一下喔 滑鼠拿過來 大家看一下月K喔 這幾年中美金往上走 有沒有 他的股價呢 也是從幾十塊 二三十塊開始漲 漲到多少 今天收盤 一百七十塊左右 我們就說從五十開始漲 好不好 三倍 那過去中美金的董事長 叫做如明光先生 大家以前都不看好中美金嘛 對不對 就中美金呢 就鴨子滑水 龜兔賽跑 一步一腳印 欸 股價你今天看他 已經在一百七左右 那你就會想說 我當初在這邊 我把身家全部壓下去 就怎麼樣 賺翻了 對吧 那你賭的是誰 你賭的是這個產業 你賭的也是怎麼樣 這個CEO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們不認識 盧明光盧董事長 我們怎麼知道他這麼厲害 所以廣告回來 我再分析給你聽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得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那麼盧明光董事長 他把棒子交給許董事長 對不對 那麼他現在剛剛來到 我們知道老船長要講了 注意聽 叫做怎麼樣 百年老店大同 這一家公司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也因為他 去買了他的股票傾家蕩產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覺得大同最好 大同大同服務好 對不對 誰家裡面沒有一兩隻大同寶寶 誰家裡面沒有大同電鍋 對不對 大同電視 那後來怎麼樣 每況愈下 可是你回想一下 過去這幾十年 大同的CEO 是不是都是林家 然後傳給怎麼樣 林郭文彥 也是林家的媳婦 對不對 那我無疑要去批評 過去的這個經營者 我只是在跟大家報告就說 過去幾十年都要炒大同的資產 就覺得你這個資產應該要活化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 來請導播照這邊 大同有土地45萬坪 你們家有幾坪 什麼 十幾坪 那你是住小套房 人家有45萬坪 這些資產 各位注意看 來 請導播照進 價值千億 價值千億 可是你要知道 人都有一種感情 比如說這個資產是我們 大同的主產 祖先一路辛苦 奮鬥留下來的 不可以輕易的賣家產 大家都知道 老一輩都有這種觀念 是吧 可是 債商延商 對於一家公司經營者來講 你的公司都有EPS都是付的 甚至你有很多的負債 那你是不是應該把這個資產 做一個活化 偶爾沒有叫你把所有的資產 處理掉 當然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將一些部分的 把它活化 我們不要講處理賣地 不好聽 把它活化 你可以 不要說空閒在那邊 然後 將你的帳上 人家說無債一生輕 對不對 把你的這個財務先健全化 所以盧明光董事長 他上任 他就說 他要把這個大同的資產 有沒有 還有這個 你們知道大學的時候 有學那個會計 資產負債表 要把它弄得怎麼樣 至少要看起來 是有希望的 對不對 這個是屬於他的資產的部分 當然 他現在經營的這些 他以前是賣電器的 現在還是賣電器沒有錯 可是他慢慢的 來往這邊看 他慢慢的 這邊有一段 來發展怎麼樣 發展電動車 油電混合車馬達 及動力系統 看到沒有 然後 智力開發超高效率的 大型電動巴士動力系統 好 那我們就知道現在 特斯拉漲到天上 對不對 那國內 你不要說什麼 玉龍汽車 他做傳統汽車的 那個不要算 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說吃油的 是吃電的 那我們知道電動車 他的心臟不是吃油的 他是吃電的 那叫做馬達 然後再配合電池 那國內很會做馬達的 就是大銅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說 盧明光董事長 他上台 他之前大概是中美金 中美金大家知道 做矽晶圓嘛 是不是 那也是高科技 而且盧明光他本身是 大同工學院畢業的 對吧 更有這樣的一個情懷 我剛說過 不是要賣地資產 那些是可以把它活化的 然後他的本業 如果他們現在 要朝電動車去發展的話 那如果他做出了馬達 你認為股價要飆到哪裡 我說如果 我沒有說一定 那要看盧明光董事長 所以我就說 CEO很重要 如果說盧明光董事長 他本身是大同工學院畢業的 他有這樣的一個情懷 我說這家百年老店 我們要重新將他的招牌擦亮 有沒有這個機會 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 我講句最難聽一點的 我公司就這麼多 45萬坪的土地 我光資產活化股價 不知道要漲到哪裡去 雖然以前炒了幾十年 但是我已經講過 那董事長沒有換過 都是林家的人嘛 他可能覺得說 哇 主產不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那新的經營者 他有他的理念在 而且過去盧明光董事長 交出來的成績 我剛才已經跟你們報告過了 對不對 那現在他還剛剛上任 對不對 那股價還沒有漲 那過去他經營的中美金 漲了幾倍 對不對 大同有沒有機會 我是問你有沒有機會 我沒有說 如果我講我就違法 主管機關說保證獲利 我認為怎麼樣 你們應該可以了解 那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看 在幾年前 我們現在推翻 推過去原來來算 這是K線 月K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四年前的時候 這一波草 也是草資產 對吧 可是會不會賣 會不會處理 會不會活化 都不會 就下來了 到這裡 到這裡 盧明光董事長才來接 那你認為呢 你認為呢 所以說我是對於這個 因為我們是小時候 就是用大同電鍋 我這個年代的 我們對大同 有一種不一樣的情懷 可能跟現代的小朋友 現代小朋友說 什麼大同鬼 我當時用外國的東西 比較好 可是你嘴巴在意 你們家裡面 可能都還有一個大同電鍋 因為真的很好用 是吧 那如果盧明光董事長 他是一個這麼優秀的CEO 他來經營大同 大家給他多少評分 你們可以預估一下 我們今天做股票 我們就對未來做預估 那你如果什麼 專業什麼都不懂 老船長馬達電動馬達電動車 什麼什麼的 我都不懂 資產活化什麼 我都不了解 沒有關係 看一個人也很夠 對不對 你看我再重新講一次 張宗謀先生 幾十年來 一路走來時中如一 人品就是好 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能力 也很愛國 所以你看台積電 對不對 護國神山 那我們知道 郭台銘董事長 他也怎麼樣 很努力 他以前的小公司 幾個人才 合了 開了一個小公司 大家也知道 郭台銘先生學歷也不是說多顯赫 但是你看人家的努力 紅海帝國 今天很多的股票都應聲大漲 但是真正這一些所謂的電動車概念股 我認為都比不上大同 你們頂多去接一些特斯拉的單子 對不對 真正要能夠做出電動車的馬達 我認為大同才是怎麼樣 很有機會的 當然 因為他現在股票還沒有開始飆 對不對 今天繼續洗盤 對不對 我有算過主力的成本在25塊 那麼外資已經賣了十幾萬張 到尾聲了 我說過某一家外資 就是他賣出來的嘛 對不對 那原因我不會去講 我只是告訴你 他賣不下來的 對不對 籌碼都被收走 都被主力收走 我有在算 所以說 人家為什麼要去 收這麼多的籌碼 就是很看好這家公司 因為他現在董事長換人了 不然全台灣的投 這個投資的股票標的 你舉一個例子給老船長聽 你說最近換了一個CEO 某一家公司 這CEO過去有很輝煌的歷史表現的 所以現在這個股價在怎麼樣 很低檔 然後這家公司的 他的題材 他的願景 甚至他還有45萬坪的 這個土地資產 價值超過千億的 你舉一檔給老船長聽 有時候我覺得 在這個社會 操作股票 在股市操作股票 不要用嘴巴 就是說 耍耍橫話 哎呀 什麼股票不行不行 你有沒有真的去研究過 那你過去這幾十年來 其實我們現在 回過頭來講笑話就好 早知道就把房子 什麼都全部都壓壓 台積電都不要操作股票 現在就發財了 但這是幾十年後回頭一看 對不對 那你看你壓錯 壓到聯電就完了 台積電到600多 聯電也才幾十塊而已 對不對 聯電的CEO以前是誰 曹新成嘛 那台積電是張宗謀嘛 那哪一個你覺得 我們就看結果 所以我跟你們講 我今天這一集 花很多時間跟你們講 從CEO去看未來股價 未來股價 聽得懂嗎 因為已經發生了 我舉了這麼多例子 你們都沒話講 那CEO都是非常的 怎麼樣 傑出的 對不對 那你當然要去找一個 現在剛剛換上任的 而且他過去有輝煌歷史 如果說盧明光先生以前 根本也沒有什麼績效 就是不知道哪裡 冒出來一個董事長 那個我不敢講 大家聽得懂吧 他是大家公認的 新一代的怎麼樣 也不是講新一代 他年紀也有 就是說這個 我們看得到的 這個金銀之神 他也算 我跟你講不要去 我們都比不上人家 這個社會太多人批評 在網路上 你看那些年輕人 胡說八道 一天到晚批評人家 那都是屁孩 問他有沒有錢 口袋空空的 那種人講話不要去聽 大家了解吧 我們有多少證據 講多少話 我在股市這麼久了 我有時候會回想說 其實開開玩笑 不用那麼麻煩 就全部壓台積電就好了 還分析什麼 還做什麼分析師呢 對不對 但是我從這個想法裡面 我再延伸出來 那我們好 我們再去找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過去我們錯過了 現在真的找到了 他的名字叫做大同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對不對 那百年老店 如果一旦招牌 再被盧民光 董事長插量的話 你認為 25塊錢的股價 像話嗎 對不對 我最近都說 你要操作大同的 打電話進來 昨天電話竟然抱歉 我嚇一跳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再試一下 我講得更加清楚了 你要操作大同的朋友 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有時候一錯過 一輩子就沒有了 拿起電話 打電話來我們公司 開始撥打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